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早大概是西汉末年 东汉初年的时候 从印度经过西域传入中国的 东汉时期 汉明帝 当时皇上有一天就做了个梦 有个金色的神仙跑梦里来了 那神仙头上照着白光飞到宫殿上了 第二天 汉明帝就把这个梦来问臣子们 有学问的就回答了 哎呀 皇上 西方有修炼觉悟 德道者号称为佛 可以飞身虚空 浑身白光环绕 看来是有佛要从西边带来大福气啊 汉明帝一听 那赶紧的派人去西域迎接呀 还真见着高人了 两位从天竺 就是现在的印度 从这边就过了两位高僧 迎上去了就说 哎哟 赶紧的 我们皇上托梦就等着你们呢 两位高僧也不推辞 不辞辛劳 接着就用白马托着佛经佛像 来到了京城洛阳 高僧来了 了不对啊 汉明帝很高兴 咱们这个怎么庆贺一下 咱们给您修个僧院吧 这个不过修僧院 这个咱们也没见过僧院啥样 也不知道天竺的僧院长什么样啊 这西域的高僧就说了 哦 这个您不用着急 设计图纸我们都带来了 于是汉明帝下令按照天竺的事样 修建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 为了纪念白光金神托梦 还有这个白马托经之功 这个寺庙就叫做白马寺了 佛教的传入 一直离不开中国的丝绸之路 敦煌是西域重镇 古诗叫劝君更进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里面那个阳关 还有这个著名的长城 最后一个关口叫玉门关 都在敦煌境内 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路 就在这 所以后来成了河西地区的 这个佛教种地吧 公元366年 有一位叫做悦尊的和尚 他在这个墨高窟这个地方 就突然看见奇迹了 什么呢 山上金光万丈一看 像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 岳尊被这个奇景给震住了 他坚信这是佛在给他启示 哪也不去了 我就在这刨个洞吧 就在墨高窟这里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墨高窟从此诞生了 后来呢就是隋朝 唐朝隋朝就已经迎来了墨高窟开窟的第一个高潮 到了唐朝啊 就是墨高窟的全盛时期了 当时开窟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一千多盐 一千多盐 到现在呢也存在着有两百三十二窟 壁画和塑像都达到了最高的艺术水平 到元朝以后啊 随着这个丝绸之路的废弃 墨高窟呢 也停止了兴建 在后来这几百年里面啊 风沙渐进人烟渐少 墨高窟呢就被遗忘了 时间啊 到了清朝的光绪年间 有一个叫做王元璐的道士云游到了敦煌 那他也发现了墨高圣经 就不知道他是不是也看到了某种是这个神圣的显像啊 他王元璐居然就住下来了 这墨高窟客的都是佛像 你说来个道士算怎么回事啊 这太上老君的弟子心甘情愿的侍奉起 释迦牟尼和诸多大菩萨来了 话说回来了 其实当时的敦煌啊 就像一个风竹残年的老人 王元璐的出现呢 似乎就是一种安排 什么安排呢 就是来给老人善终的啊 然后把这老人这辉煌的一生给记录下来 他有这么一个使命 这佛教千年传承到了近代 早就不是佛法原来的神圣庄严相了 那王道士他有这个本事能让佛法归正吗 那当然没有 但是他发现了一样宝贝 这宝贝啊 可以有 什么宝贝 那你得听我这往下说了 这为了完成修复墨高窟的这个浩大工程啊 这一贫如洗的王道士 在没有任何政府这个资助的情况下 每天跋涉在大漠风沙当中挨家挨户的画园啊 然后把划来的钱呢 是一分一厘都用在墨高窟的这个整理修复上 光这个清理流沙呀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王道士清理出来几个洞窟啊 就想着说要把这个洞窟上这里的刻的这些碑文的经文给记录下来 他自己呢不太认字就请了一个认字来做这个事情 1900年呢 6月21号中国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呢 慈禧太后向西方列强宣战了 这敦煌也因了这个天象发生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呢 这一天呢 就这个王道士请的那个助理姓杨啊 就在这个墨高窟呢 在那抽烟啊 也不是什么高级烟啊 是西北一带就种的一种叫极极草 这个草的根啊 它有利尿的作用 咱们这江峰给你说注意来了 它那个叶子呢是可以止血的 为什么说这个呢 它是蒙伊蒙古医生比较会用 过去蒙古人打仗啊 就成吉思汗嘛 对吧 冰争天下 这些能止血的草药啊 都进了蒙伊的方子 这个助理呢就抽这个极极草啊 抽完了极极草 他把这个烟袋锅啊 就往墙上一敲 敲出什么声 就是这个通通的声音 它不是啪啪的声音 这墙里面是空的 空的就说明什么 里面还有一个屋子 他就把王道士给找来了 他们两个不愿让外面的人知道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两个人悄悄的到这壁画前面 把墙壁给扒开了 王道士点着油灯啊 晃悠悠的光一照 喝 我 两人惊讶看到 一包一包各种古代的这个手抄本的 还有印本的经卷 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啊 还有各种的佛像文物 藏经洞 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墨高窟藏经洞 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这王道士不说了吗 大字不是多少 也不清楚知道这些经书到底有多大价值 这王道士觉悟还不低 他觉得这个东西藏在这个密室里 肯定不是普通的书 赶快得曝光 三天之后 那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呢 咱们差点忘了 咱们这是历史上的今天这节目 故事说热闹了啊 这个对了啊 咱们想起一事 就是朋友们咱们也别忘了 你们看我这个看我手指的方向啊 看这 那不是只给藏经洞啊 告诉你去订阅 subscribe 你看下面有一个有一个按钮啊 有红色的 您去按 只有您的订阅 您的支持 我们才能往下走 您手指头轻轻一点 这个我还真的就能给您拿出一些宝贝来啊 都说历史上的今天 而且您也说他也说江峰这里啊 说一些人家不知道的 那好些啊 是知道了也不让说的 咱们这说 有些说了还没说对的啊 咱们这里啊给您真家务真宝贝啊 点吧 我暂停一下就是让您去点阅 不耽误咱们继续听啊 这个说到了历史上的今天 这个哪天来着 1900年的6月25号啊 这个王道士徒步五十里 赶往县城找县令去了 找到汇报去了 还带了怀里面揣了这个两卷经文做样品 得看看我们挖着什么了 这县令吧也是个近世出身啊 但是你想吧 他那个水平嘛 也就是个五县城市的县令了 水平高不到哪去 县令看了看说 你这个嘛 你好好保存啊 别让别人偷走了 这王道士到了县里啊 也就是喝了衙门里面一碗水 就给打发回来了 1902年过了两年了 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的县长 叫做汪宗汉 巧了 他还是这个王道士的老乡 这个汪宗汉长呢 对这个 那时候叫支县啊 对金石学很有研究 那什么叫这个金石学 朋友就问了 这个金金属的金啊 它就是青铜器 过去说研究青铜器上面那个古文字 拓的印上去那些古文字 石呢就是石碑啊 在那石碑上塌片 就这个学问 这学问后来就跟印章啊 考古关系特别密切 所以这个汪支县呢 在这个敦煌藏金洞这个事情上啊 咱们说专业对口 这个历史记载 后来说这个汪支县没有重视这个事情 我倒不这么看 为什么呢 他毕竟还组织了一个参观团啊 风尘仆仆的去现场热闹了一下 不是他不重视啊 他没有任何一步进一步的行动 是为什么有原因的 第一个他手上没钱啊 没有考古文物的这个保护经费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是清朝也没这个制度碰到这个事情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汪支县的这么一个好不容易专业对口研究金石 还碰巧是老乡的县长啊 能做的事情也就是那句话 你好好保存啊 别让别人偷走了 但这个王道士王元璐啊 还是不甘心 他又从这个藏青洞里啊 挑了两相亲卷去找人家 找谁啊 这次去找道台 这个清朝的道台 相当于现在说地级市的一把手 那王道士身边的民工都说你别去啦 这一路上这马匪街道的多 别那个啥出了什么三长两短的 王道士手一摆说没事 就我这个寿人寿马也没人要 风餐露宿形成八百多里 来到了宿州啊 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九泉市啊 找到了当时的这个道台 可是这个道台呢 就看了经卷上写的字 他喜欢写字啊 书法自己认为不错 他就看经卷上写的字 你看这 哎呀 这字比我写的差的多了 这王道士也闹一没趣 风餐露宿八百多里 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了 后来有这么一位人物了 就是甘肃学台 金石学家叶昌志知道这件事情啊 他就赶紧上书朝廷 这个朝廷那个时候啊 咱们算了这日子正好什么时候 义和团的权乱和八国联军 侵入北京之后的一个时段 那时候慈禧太后自己是惹了大麻烦 正在割地赔款啊 这你想这个慈禧啊 说她是整日里老佛爷嘛 说她老佛爷嘛 整日里说吃斋念佛 其实她也就跟世俗人一般求个长寿延年 对真正的修炼文字千年佛经再现的压根就没感觉啊 既然是无关国际名声的小事 但是她就一道旨意让地方上自行处理 地方让处理好 这甘肃的翻台大人就算账了 把经文从藏经洞里运出来 掐指一算运费就得六千两银子 再加上路途遥远 盗匪出没 万一有个闪失 赔了银子又失金 再被人弹劾一下 乌沙骂都没了 乌沙骂都没了 所以这千秋大事啊 王道士自己去做吧 咱们说这一个穷道士 确实是太卑微 太渺小了 这朝廷从太后到省里 到道台 到县里 都无力保护的中华瑰宝 让王源璐去保护 所以这无可避免的就决定了这批文化财富 后来不祥和悲惨的命运 王道士嘛 只能是默默无闻的 继续每天化缘弄点钱挖沙子清理洞窟 结果有一天来了一个改变他一生 让他名垂青史的英国人 他的名字叫做斯坦因 从印度来 从印度到敦煌来 在这他打听到了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 他就拿出一些碎银子来 想让王道士给他引路看看 王道士一瞅 呦 这长得跟我不太一样啊 是不是八国联军的逃兵提高了警惕 您哪 在警区转一转可以看经书 不行 斯坦因一琢磨 撒了点小谎 他说我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啊 我是沿着玄奘取经走过的路 就历经艰辛来到墨高库的 王道士虽然不信佛 但是玄奘这个名他知道 为什么呢 西游记的故事 王道士小时候要过饭 听过说书的艺人讲过 就问这玄奘是不是就是唐僧啊 哎 对 就是唐僧啊 嗯 那行 看来你还有点佛缘吧 那就让这个外国人瞅一下吧 斯坦因是不看便吧 一眼就发现了唐代高僧玄奘 从印度带回的经卷汉文一本 这心中高兴的了不得呀 好东西呀 但是斯坦因为了欺骗王道士不动声色 说你也知道啊 我十分崇拜玄奘 这玄奘法师在天之灵 暗示我要把这些经书啊 带回佛国印度去 王道士很高兴啊 首先是有人识货了 几年了自己一直摸着呢 觉得是些宝贝 今天果然应验了 这朝廷官府都不管了吗 是吧 现在有人来识货了 再看看这个斯坦因 官府的官文 拿着这个官文呢 还有官兵护送 看来斯坦因是有官府来头的 既然愿意花钱呢 就悬悬就搬吧 斯坦因不客气啊 甩下了四定马蹄银啊 相当于后来说是两百两银子吧 搬上东西上了骆驼队了 这车队慢慢是顺着夕阳就远去了 沙漠上留下了深深的车痕 这王道士最后还是担心 这拿着银子的心里不踏实啊 官府会不会追究我呀 这老百姓会不会在我后面骂娘呢 就派人四处打探消息 结果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大清没有文物法 这朝野都认为王道士这事也就是一桩买卖 由他去了 后来啊 日本人俄罗斯人美国人是分着他来 连买带偷的拿走好多 有一位法国人 他是一个汉学家 名字叫做薄熙和 他后来被称为西方的敦煌学开拓者 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的学问 他呢一九零八年来到了这个墨高窟 他清通汉文呢 所以啊给了点钱 在藏经洞里面屏逐精选三个星期 用大量的银子换走了大批的这个精品 最后呢 他是把这个东西都已经装箱了 从天津的陈海伦运回法国巴黎了 最后呢 有些东西他看不懂啊 回来呢 向这个北京的士大夫们讨教 这里面写的是啥呀 在搞研究呢 这个时候北京的汉林院的这帮大夫们才知道 哎呦 怎么有这么个好东西呀 清政府这才电令 驻兰州的陕甘总督 清查莫高窟的经卷文书 全部给我清查 这个京师图书馆呢 只有寥寥八千余卷了 这个最早的记录 这个敦煌的这个藏经洞里面的文书总共是五万卷 五万卷三万多卷到了海外 一万多卷八千卷在图书馆里 七千卷流散民间 这个这是无法估量的一笔财富啊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就这个被骂作文物大盗文化小偷的斯坦英 还有这个薄熙和弄走的那部分敦煌文物 至今完好的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面 并且因为海外的藏量丰富 它不是三万多本吗 再加上学风开放 大家随便看随便研究 还可以敞开了讨论 成为了敦煌学的发源地 中华传统文化佛教的研究 得以广泛而深刻的在海外进行 如学界所说呀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这经书换来的钱呢 说到王道士了 王道士别人说 他挣了一笔 发了一笔大财了 实际上没有一文钱花在自己身上 他都用在请民工清理洞窟上了 所以今天您才能够看到墨高窟那宏伟的遗迹 王道士自己是一身贫寒 羽化之后 他的弟子们给他在这个墨高窟外 建了一座道士塔立在这个万佛洞窟之前 这也算是中国佛道两家的一段奇妙的缘分了 历史上的今天 墨高窟藏经洞 说 油灯将灭格外亮 千年佛经再现 也难敌末世人心张狂 问正法在何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